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全球面临高通膨 美国6月通膨率年增9.1% 达40年来的最高点 台湾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也达到3.59% 创下14年来新高 万物皆涨唯独薪水没涨 这是民众近来最深刻感受 根据主计总处公布 今年1到5月 全体受雇员工的每月经常性薪资 平均为44,252元 到去年同期成长了2.83% 看起来数字有增加 但如果控掉通膨因素 今年1到5月的实质经常性薪资 却只有41524元 年间0.2% 是6年来首度负成长 这代表薪水涨幅 远远追不上通膨速度 究竟这一波通膨会维持多久 企业薪资又该如何调整 才赶得上物价涨幅 记者陈奕伟 庄俊浩的深入报导 薪资没调但物价还是上涨 物价跌的时候 但是这些商家不会跳回原价 早上就比较明显 以前可能50块以内就可以吃 现在大概要六七十这种 对 就是感觉比较明显 涨涨涨什么都在涨 从油价到电价 民生用频道实物 万物起涨却唯独薪水没涨 在通膨严重的时代当中 小四族特别辛苦 那么大家到底有多久 没调薪水了呢 很久没有涨 政府调薪的时候才有涨 什么都涨然后薪水不涨这样 我从事日商的产险 进公司三年多 薪水没有什么调整 十一住行都很贵 但薪水没有涨 当然是很辛苦啊 根据主计总处统计 2022年1月到5月 全体受雇员工 每人每月经常性薪资 平均为44252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2.83% 创下民国90年来新高 但如果扣除通膨物价因素之后 今年1到5月 实质经常性薪资 其实只有41524元 年减0.2% 是6年来的首度负成长 如果我们的实质新资负成长 不是因为我们明末新资没有在涨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 这今年的通膨特别快 我们过去的通膨大概都维持在一点多 是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 把我们的新资的涨幅给吃掉了 现在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这次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 跟市场需求没有关系 是因为成本推动 那成本推动的话 那真的厂商已经厂商已经受害了 劳工当然也是受害了 专家直言 荷包缩水是因为调新幅度 追赶不上通膨的速度 那么薪资到底又该调整多少 才赶得上物价的涨幅呢 如果说要赶得上通膨的话 那比如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那调新幅度必须在3到3.5%这样子 那它的实质所得呢 才不至于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通膨啊 今年大概就是3%上下 那所以说抓到这个调新的幅度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可以让它的实质所得没有变少 根据主机总处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2022年6月已经飙升到了3.59% 创下近14年来新高 不仅连11个月突破2%的通膨警戒线 更4个月都超过3% 受到了全球原物料上涨 以及乌尔战争等因素 进一步推升了物价涨幅 专家推估目前台湾正处于通膨高点 最快年底才渴望缓解 因为这一波台湾的通膨 是属于输入型通膨 那输入型通膨的话 它就是这个需求拉抬的成分很有限 大部分是来自于成本推升 那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一波台湾通膨的最高点 会是在今年的6月 那到了第四季 大概11月可能有机会 来到这个央行设定的这个2%以下 不过在这波通膨压力之下 有不少企业的调薪幅度 确实大于通膨率 其中科技业为了抢人才 纷纷祭出了加薪措施 台积电今年调薪5%到10% 联发科调高了2%到5% 华硕合作广大人保也陆续加薪 甚至把调薪的时间提前到了上半年 就怕晚了一步人才就被抢走 对此专家乐观以待 台湾的产业是非常M型化 赚钱的非常赚钱 不赚钱是非常不赚钱 如果看产业比较看 我们最近这两年的内需服务业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概很难调薪 因为半导体业很夯 一直在抢人 所以我们有讲半导体业去抢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去抢服务业 那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把人都往薪资高的方向拉 这个是好事 不过相较于科技业的好心情 受疫情冲击的产业可是苦不堪言 根据郑交所六月公布的上市公司 员工薪资倒数排行 最低的前十名企业当中 观光业就占了四名 此外贸易百货和实比工业 各分别占了两个名次 而倒数低的观光企业 员工平均年薪更仅仅23.9万元 等于月薪不到两万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观光产业在疫情期间 它的人员禁用 升迁 调薪 相对都保守 甚至有些公司 他们是勉强的在维持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说 我要加薪资 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部分当然会容易造成 我们跟其他行业的比起来 我们的就是竞争力会降低 同样受到通膨影响 不同产业薪资却是两样勤 尽管调不调薪 幅度多少得看各自情形 但学者呼吁 与其期待老板加薪 员工不如提升自我竞争力 避免从事学习曲线低 替代性高的工作 薪资才有机会不断调升 大家都觉得实质薪资都退路 大家都在喊低薪 可是我们看到 因为还是很多人去往低薪的这种所谓服务业 去找工作 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样的低薪的 这样的一个部门去工作的时候 你的平均薪资感觉上就会往下降 就会斗退路 此外学者也建议 除了政府应适当调高基本工资 企业员工也应该组织完善的工会制度 争取更好的调薪幅度 德国是这样的 因为德国他们本来 德国是最近才有定最低工资 他们过去没有 所以德国的薪资都是透过团体协商 那德国他们的工会组织率 相对来是高的 而且是非常强的 因为德国他们早期就有很多的那种 作为产业民主的概念 他们觉得虽然你是资本家 你是出钱的 可是我是劳工 我是出劳务的 在工作场上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一直有这样 他们也有那种作为产业民主的观念 所以他们工会组织率是非常高 而且工会是非常powerful的 在高通膨时代 什么都涨就是薪水没涨 即便涨了也被通膨吃掉 再加上疫情来搅局 不少企业和员工 只得勒紧荷包咬牙苦撑 期待通膨能够尽速缓解 让生活别再继续苦哈哈 哈